而疫情持續之下 有專家建議安省醫療保健系統 取取包括數字化等改革計劃 以減少積壓個案 何家碧報導 安省醫療協會表示 新冠疫情爆發以來 數萬種癌病或手術個案 尚未獲得診治處理 例如一個失關節致緩手術 需要等待兩年半 該協會為此建議 散府改善醫療保健系統 包括提供更多資源 將社區或家庭護理 與醫院數字化連接 擴大醫療系統和廣泛社區合作等 有關措施將對未來幾年的 後疫情時代產生深遠影響 與此同時 多倫多大學醫療聯網表示 正在透過創建更加細化的 診療分類和保留數據 來提高效率 協助醫療前線清楚 需要做甚麼和何時行動 將隨機不可預測的手術 和可預測的病例區分開 從而將預定手術速度提高一成 該醫療網絡正嘗試 每年進行2萬5千次手術 提高效率後 預期可進行5萬宗 目前正在處理大約7千宗的手術積壓 安省政府去年秋季宣布 投資超過1億8千萬元 更新醫療機構設施 以及增併醫療護理人手 另外安省教育廳長萊徹今天宣布 投資1,100萬元 用於多倫多教育股屬下一家學校的 擴建和升級改造 預計增加368個學生名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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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